其实你知道吗 说话是可以增加你很多魅力的 过去我们从小开始在说话的时候 你到现在其实都忽略了很多重点 其实在透过主播营的整个学习当中 你可以让你的讲话更提特色 除了包含了吸引力自信力 更重要的是还亦含你的专业在里头 如果你的专业可以跟你的自信 你的外貌以及你的专业度 另外准备你说话的技巧来说的话 未来在职场上你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也祝福你们未来能够善用 在这一次营队当中学习到的东西 放胆去做大声的说 你就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